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察一看见监控的确是哪这么深 哪就是这么抓的条件 保姆往他那儿一指他或者一天他就哆嗦一下 吕劝不听所谓的老实人为何会对76岁的老人大打出手 他妈我不念事 未成年人 老年人 残疾人和患病的人 我们要拿什么来守护 月代被看护监护人罪是刑犯修正案 有新增的罪名 对于保障未成年人 老年人 残疾人和患病的人的合法权益 从刑法上进行保护 请进门的男保姆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监控中被打的老人叫王金祥 76岁 独自居住在北京市房山区的一处居民楼里 而那个围着围裙 扇了老人一耳光的男人 正是王金祥家雇佣了半年的保姆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2016年10月12日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法庭上 播放了一段监控视频 这段视频让在场的所有人看了以后都特别气愤 气愤之余 大家将视线转移到了站在被告席上的一个人 这个人叫庞红军 他就是这段视频当中穿围裙的那个人 因为虐待被看护认罪 保姆庞红军被提起公诉 受害人王金祥的女儿王如云 在法庭上以证人身份出庭 他说自从庞红军到父亲家里照顾他的生活之后 父亲王金祥的身体却每况愈下 保姆庞红军为何要辱骂殴打雇主王金祥 这一切还要从2016年1月说起 王金祥患有颅脑损伤 高血压心脏病高血脂等病症 所以生活起居必须要有人时刻陪护 可是自己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因为工作关系并不能每天陪伴在老人身边 于是女儿王如云决定给父亲请一位保姆 因为老爸虽然身体不好 他主要是腿行走不太方便 所以因为是这个情况 我们就通过这个家政 就叫利宏家政公司 给我们介绍的这个保姆 来我们家照顾老爹 在家政公司 王如云第一次见到了庞红军 人看上去比较老实 话也不多 还有多次照顾老人的经历 于是当晚王如云就留庞红军 在父亲家住了下来 包吃包住 一个月工资三千元 负责老人二十四小时的生活起居 保姆的事算是解决了 当时呢 他上我们家来的时候呢 开始呢 我觉得这保姆还可以 当时我也问我父亲了 我说那个老爸 我说那个保姆照顾你的好吗 我爸说还行 保姆庞红军 河北省邯郸市人 63岁 之前在老家的几家医院 打过工 做看护老人的工作 现如今这份工作 对于没有文化 也没有一技之长的 庞红军来说 已经是求之不得了 都是 买菜 给老爷子早饭 提算 拿屎拉尿 三辈子 给他推论 出去问 我推出去 现在提 当时也没有说 老爷子情况怎么样 老爷子那时候 他也不能走 我整个货 从人一上 把他拉起来 拉起来 慢慢一点点弄 第一位来我们家的时候 可好了 他说我能照顾 我能照顾 家里挺好的 他跟我当时 跟我这么答应的 我说那行 我说你要能照顾呢 我说你就 好好把老人照顾好 是吧 我说因为我们 说我们儿女要上班 没有时间24小时 来照顾父亲 他当时答应挺好的 刚到雇主家的 庞红君是勤快的 王金祥老人 经常大小便失禁 庞红君也不嫌弃 照顾得很周到 庞红君的妻子 也在北京做保姆 妻子常常去附近的菜市场 买些菜和水果 给王金祥家送去 时间长了 王如云和这夫妻俩的关系 也相处不错 因为常常推着老人 出来溜弯 街坊四林 对这个新保姆的老师谦逊 有目共睹 男保姆 我们出来进去见面 说话挺好的 保姆是60个 说话挺好的 怎么个好法 怎么个好法 就是反正见面打招呼 说话 客气人家 有时候关不好门 大妈 我开不开门了 挺好的 大妈成大妈的 小区里住着的 多数是同一家单位的退休职工 所以小区中的老人们走动比较多 一传十 十传百 邻里之间的任何风吹草动 都会不进而走 庞宏军来照顾老人两个月后 邻居们发现了王金祥家的异常 早晨我还没起 邻就嚷 声音大着 六弯的人们进过 进过我 老王家 把我马上进嚷 我说我也听不懂 都就嚷 时间太长了吧 都听见 啊 啊 这是呀 哇 我喘子 一输出来 你可能是打中了 才是打疼的 才是可能是 同样感觉到异样的 还有老人的女儿 王如云 因为在旁宏军 照顾父亲两个多月后 父亲突然从家里 打电话给他 让女儿抓紧回去一趟 这种电话王如云后来又接到了几次 保姆和父亲都给他打过 也都是因为两人争吵的事情 王如云觉得 这种事情各自劝劝就好了 老人总会有些脾气 再加上保姆 旁宏军 每次认错态度都很好 所以就没怎么放在心上 因为我也跟他说了 我说你一定要要有耐心 因为他 我说他是病人 我说你不能拉 你正常人的这种 要求他一个病人 他说嗯 行那我知道了 我下回不再这样了 回回 他每回都跟我都是这么答复 在信任与怀疑之间犹豫 他迟迟下不了决心 这块一清明显的 就应该是什么东西的撞击 一段监控 皆是老人不敢言说的痛楚 我等他都跪下来 你扰着我吧 我错了 请进门的男保姆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王如云觉得 父亲岁数大了 并不像以前那么善解人意了 所以父亲和保姆之间 发生些争吵之类的事情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邻居们听到的 打人声又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除了争吵 两个人还有过更加激烈的表现吗 2016年5月发生的一件事 让王如云不得不重新审视 这个老实人 2016年5月23日 王如云再次接到了保姆打来的电话 本以为又是两人争吵的事情 可电话里旁洪军说 老人腰可能不行了 没办法做了 诧异惶恐 王如云来不及问原因 赶紧就把父亲送去了医院 检查结果显示 父亲腰四椎体 急凸骨折 父亲待在家里 好端端的怎么就能骨折了呢 出现这种情况 我觉得是跟他平常不正常的那种护理 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老爸说是给他蹲的 他扶着我坐 推我一下 我觉得因为是我父亲是行走不了 借助他的力量坐沙发 他要是比较缓慢的坐沙发 他不可能出现的骨折 所以我说这个腰骨折是跟他有直接关系的 王如云觉得父亲的腰伤一定和庞红军有着直接关系 一番询问之后 庞红军却说 这是自己为了帮助老人不小心伤到的 这一次王如云依然选择了相信 不过在经历了这件事情以后 王如云会时不时的打电话给父亲 或者回家当面提醒庞红军 对他父亲要有耐心 照顾要细心 本以为会有所起色 可偏偏事与愿违 从五月份开始 我这父亲就说 因为这腰 就是腰椎骨折以后呢 就是卧床起不来了以后 我陆陆续续就开始发 你以为那会五月份 基本五月底了吗 他穿的衣服也少了 我第一 就是第一个发现的就是 他胸部一块这么大的 瘀青 王如云赶紧叫来 庞红军询问情况 可他却一问三不知 我说我父亲这个胸前 这块青是怎么回事 他说我不知道 我说因为我说这块鱼青 明显的就应该是 什么东西的撞击 或者什么 才能出现这一块 我说好不然的 我说怎么老爷子本身 他因为他那会儿已经骨折了 他躺床了 他怎么能出现这块青 他自己横不能说 自己能怎么这块吧 庞红军没有承认这一切与他有关 王如云也没有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推测 可父亲身上的伤越来越多 先是胸口 紧接着胳膊 肩膀也增添了新的瘀青 王如云觉得这一切太不对劲了 一个卧床不起的老人 为什么全身上下这么多瘀青呢 24小时看护他的保姆 又怎么可能一点也不知情呢 我父亲说是掐的 我再往后往下追问 我说是谁掐的 我父亲就不敢说话了 他在边上我就问他 我说彭哥 我说那个 我父亲这个胳膊是怎么弄的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你怎么能说不知道呢 最起码你是长期 24小时在看护我爸呀 你说不知道 他说不是我弄的 我说这是不是你掐的呀 他说不是 他说我不可能 他这么回答我 当时确实我也没有再往坏了想 王如云不能理解 平日里那么有礼貌 那么老实的庞红军 怎么会做出这种殴打老人的事情呢 难道真的是自己看错了他 直到有一天 邻居们悄悄说的一些话 让他找到了其中原因 一般吃饭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都能听到 大人是 老头声音没声音 他有声音就好了 老头就是这么挨打的声 知道吧 邻居告诉王如云 经常能听见保姆大声的呵斥老人 甚至还能听到打人的啪啪声 让他注意点 多回家看看夫妻 这一提醒让王如云联想起最近父亲的古怪行为 因为每次去他就抓我们手不让我走 但是我问我老爸我是怎么了 就不吭声了 到后期我爸就有点不说 就什么都不说了 我觉得可能这个他也跟他可能恐吓的 吓的都有关系 他可能会跟我们说 完了以后呢我们走 我们肯定要问他嘛 他怕我们走了以后呢 他又会对他 实施什么其他的一个 他也害怕 自从五月份 父亲腰部骨折以后 精神状态萎靡不振 不愿与人沟通 甚至到后来 话都说不出来 只能一一压压说一两个字 到底家中发生了什么 王如云想要一探究竟 于是 他当着旁宏军的面 在父亲家里装上了摄像头 之前他问我 他说你装的是什么 我装根网线 要装一个摄像头 他干嘛使啊 我这摄像头 随时能看 观看我老爸的情况 我说 啊 你不是 你不是 你我把油上那头来 旁宏军没见过家装摄像头 也并不清楚 王如云装这个东西 到底是为什么 可有一点他很清楚 这个摄像头 可以记录下家里发生的一切 王如云是可以看到的 然后他跟你说了 他安装了摄像头是吗 我捡 我得在家里 在家里 你知道摄像头是干嘛的吗 就是 家有事 你都知道了 对吧 所以你也知道 你做的一些事情 摄像头是可以拍到的 是吗 对 但是摄像头拍到 旁宏军并没有意识到 雇主 王如云这么做 是对他最后的警告 所以即便知道 监控摄像头 可以记录下自己的一举一动 他也依然没有放在心上 2016年7月12日 就在安装摄像头的当天晚上 王如云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可以 还没解放 还没解放 别担心 杨伟 杨借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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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视频也成为了法庭上 检察官举证的关键证据 看到录像中旁红军对父亲扇耳光 推丧辱骂的画面 王如云立即叫上女儿跑到父亲家 当面质问彭红军 在证据面前 无话可说的彭红军只好不停的道歉 你就是这样了 你就是这样没有吓回了 他每次回答我永远是这个层 因为之前你要说跟老爷子争吵 我也就是安慰老爷子在劝说你 因为这次殴打老人 我不能再听你的一面之词了 所以这样我就当时我就挺 虽然也挺气愤的对他这种行为 这样我就报了警 王如云的女儿 也就是王金祥的外孙女问外公 保姆是不是打你了 王金祥颤抖着嗡了一声 接着就哭了起来 王如云看着父亲的恐惧 委屈 又看看给了一次又一次机会的彭红军 他再也忍不了了 当即报了警 而彭红军在慌乱之中看到警察的到来 才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接到这个报警电话呢 迅速的赶到现场 到现场呢 咱们进屋啊 看到这个 那个报警人 还有他父亲呢 是躺在这个 当时躺在卧室的床上 就穿了一个内裤 然后基本上身体是裸露了 一进现场呢 感觉反正屋里很乱 很乱 跟我个人感觉那不像这个那个有保姆的家庭 警察一看见监控 的确是哪这么深 这都是这么抓的 跳的肉 就叫他 叫你保姆 过来 你打了几回 打一回 打几回 打两回 说 打几回 打五回 问了三个位 打了五回 说你过来 你看看这个 你看看这个 马一看 孤等他都跪下来 他跪下来 姐说他那个 姐你扰了我吧 我错了 庞红军被警方带走时 王金祥依旧惊魂未定 后来他被送进了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 诊断结果为多发软组织损伤 这对一个腰部骨折 几乎不能自理的老人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然而更让家人担心的是 老人精神上的伤害将如何治愈 保姆往他那儿这么一指 他或者一个人 他就 我感觉啊 就是哆嗦一下 或者怎么着 有这种 有这种现象 您老人 他的精神状态是什么样 能说一下呢 精神状态一直不稳定 他来了之后 基本上就是每天入睡 时间特别短 然后反正疫情来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就是间断喊叫的状态 现在开始法庭造杂 由婚夫人宣读起诉 北京市房山区人检察院起诉书 被告人黄鸿军南 1953年5月15日出生 2016年10月12日 这起案件在北京市房山区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法庭上 法官时不时要停下来 放慢语速 给他解释一些专业术语 庞鸿军很多情况下 并不太能理解检察官 以及法官说的话 但是他不断在认错 你对刚才公主人宣读起诉书 指控的事实和罪名 有意义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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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罪吗 认罪 认罪 庞鸿军这起案件 是自2015年8月29日 我国刑法修正案9出台以来 北京市公开审理的第一起 虐待被监护看护人案件 虐待被看护监护人罪 是刑法修正案9新增的罪名 这个罪名增加了以后 对于保障未成年人 老年人 残疾人 和患病的人的合法权益呢 应该说是从刑法上进行保护 提供了依据 在此之前 我国刑法中 虐待罪仅体现在家庭成员 也就是亲属之间的一种虐待行为 而像社会上 这种非家庭成员间的 比如幼儿园虐待孩子 养老院虐待老人等事件 手段情节都比较恶劣 却没有办法以虐待罪立案侦查 最后往往都是以行政处罚的方式进行惩处 修正案9增加这个罪名以后呢 对于未成年人 残疾人 患病的人 包括老年人 就这些弱势的 就是生活能力低下 不能够生活自理的这些人 需要被看护 被监护的人呢 他的整个的权益的保护呢 应该说大大的提升了 殴打辱骂 在他看来是让老人吃药的神奇偏方 后果如此严重 介绍保姆的中介能否置身失败 请进门的男保姆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庞红军并不是第一次当保姆 在河北老家 他也有过三四次当保姆照顾老人的经历 之前也没有人反映 他有虐待老人的事情发生 那么庞红军究竟为什么 要辱骂殴打被他照顾的王金祥呢 庞红军说 是王金祥对自己态度不好 才会有最开始的争吵 但是作为女儿 王如云说 父亲绝对不是一个挑剔的人 庞红军承认 王如云平日里对自己确实不错 各方各面都没有亏欠过他 听着双方的描述 似乎庞红军和雇主一家 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结 那么他为什么要动手打老人呢 庞红军说 王金祥身体不好 每天需要吃很多药 时间一长 老人就对吃药这件事情特别反感 庞红军几次劝说 王金祥依旧很固执 于是在一次吃药的过程中 庞红军动了手 庞红军说 自己心中并没有虐待的概念 他在动手的时候 从来就没想过自己做的事情犯了法 不仅如此 反而让庞红军发现这个方法很有效 老人乖乖吃了药 并且不做任何反抗 自认为有了把万能钥匙以后 一旦老人不听话 他就大声嚷 动手打 先是我腿脑老爷子 腿脑老爷子 一会儿吃药不吃药 我得大脑爷子量养 但是很快 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不正确的 因为王如云多次找他聊过 他对待自己父亲的方式 这种对话你们进行过去 我说两次 都我说一句 都我说两次 对你说两次 但是你为什么 我没记住我 不仅仅是王如云的话记不住 邻居两次上门对庞红军的提醒 也都被他当作了耳旁风 庞红军说自己打老人就像是大人管教孩子 都是为了让老人听话吃药 而在庭审过程中 公诉机关拿出了大量证据 证明庞红军有虐待行为 现场监控录像 民警执法录像 被告人庞红军供述 证明的证明 现场勘验笔录 能够证实 被告人庞红军 在2016年6月至7月份期间 多次以辱骂 推散 拍打 杀耳光等方式 虐待被害人的事实 经过审理 法庭做出了判决 一 被告人庞红军 犯虐待被看护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 二 禁止被告人庞红军 从事看护工作 三年 期限自刑罚执行完毕 或者假释之日起计算 因为对王金祥老人的虐待行为 庞红军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 回头再看这件事情 当初将王金祥和庞红军联系到一起的是家政中介公司 庞红军在这里花了两百元才得到了这份工作 而且在交钱之后呢 这家公司并没有对庞红军做保姆的资格进行核实 那么这家中介公司是不是也该负有责任呢 随后记者去了这家家政公司 发现在这附近有十多家这种门面的家政公司 并且与雇佣方和被雇佣方几乎都不会签署书面合同 咱们这边是一般都是口头协议不签署通吗 没有签署那少不得 什么向往下签署 往上去一块 去小孩 这个中介机构呢 他在这个被告人跑毛呢 去寻求这个保姆工作的时候呢 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审查 包括被告人的这个身体状况 是不是健康 包括他的这个资格 有没有一定的看护能力 他是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审查 另外呢 就是在被害人的亲属去雇佣这个保姆的期间呢 他也没有跟他签署这个正式的劳动合同 都是口头的协议 所以这个中介公司呢 是应该说是存在一定的过错 不是很规范 庞红军被抓之后 他的妻子就失去了联系 远在云南的儿子也不接电话 自始至终 没有一个人来看过他 王清祥的邻居说 庞红军妻子来家里拿走了庞红军的衣服 一个筐 一个包 走之前和王如云说 我不要他了 你们该怎么办怎么办 即便是在法官宣读了判决书以后 庞红军还是不太相信 自己的所作所为 会给他带来这样严重的后果 另一边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王金祥老人 身体状况慢慢在好转 但是依旧不怎么讲话 女儿王如云还在考虑父亲的下一个保姆 应该如何雇佣 虐童事件 虐待老人等行为经常引发关注 如果没有法律做支撑 愤愤不平之外 我们往往对于这种行为无能为力 正是刑法修正案9 对于虐待罪的修正完善 为这种局面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让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 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 得到了更加切实的保护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松河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